强调现在就可以用 且保证百分之百满意 全球网际网路上 暗网中的非法交易平台 最近陆续出现 号称拥有正宗新冠疫苗的广告 而且数量相当惊人 且包含疫苗相关的各种非法需求 同样也在暗网上直线上升 Derek Middermis还在暗网上追踪并发现 竟然有人开放最新款的Sinovac疫苗预购 且价格高达750美元比特币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有人已经成功买到 国际刑警组织强调 一般民众都不能合法地在网上购买新冠疫苗 且可能永远都收不到一瓶合格的疫苗或相关证明文件 且更重要的是 你不知道在暗网上买到的里面真正是什么 旧金山在4月15日之前提前开放了新冠疫苗接种资格 生活在八个优先邮政编码区域的民众 可以提前进行预约 然而就在接种现场 数千人一早就在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门口排队 甚至有民众排队时间长达3.5个小时 旧金山公共卫生官员戴医生表示 前往医院接种疫苗民众高达6000人 可是他们只有准备2000剂疫苗 结果又有4000民众失望而归 同时他表示 无法替所有前来医院的民众接种疫苗 深感抱歉 好消息是 在湾区中半岛地区 脸书公司将与雷锋伍德家庭健康中心合作 替脸书门落公园园区附近一些弱势社区 其中包括东巴洛阿图和贝拉海分等地民众接种疫苗 我们在漫洛网均的全新冠军疫苗 对美国经济区有增加努力 不仅仅我们也是我们的选择官司 确设我们有一个最低及的方式 在使用冠军疫苗来接种 印度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该国在4月11日就有超过16万例确诊病例 并连续4天刷新自疫情爆发以来的 单日新增最高纪录 印度目前累计新冠确诊人数超过1352万 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7万人 这一世纪去年9月之后 印度新冠疫情再创新一高峰 面对不断恶化的疫情形势 包括首都新德里 马哈拉斯特拉邦 北方邦 中央邦 古吉拉特邦在内的多个地区 已陆续宣布实施宵禁措施 除了收紧疫情防控政策外 印度政府正在力推新冠病毒检测和疫苗接种等工作 这项新功能是在Newsfeed的顶部 温美位居住在有资格接受疫苗注射的州的美国用户 顶上一个信息框 框中有关于哪里可以获得新冠疫苗的具体信息 只要确认当地疫苗一旦可用 信息框将出现在所有用户Newsfeed的顶部 并显示特定州的信息 用户可以确认现在是否有资格接种疫苗 同时提供所在州疫苗接种信息的链接 连书表示 该功能在近20个国家也可以使用 随着各国开始向公众开放新冠疫苗接种 最终目标是在更多地区发布该功能 科幻惊悚片一集任务 以130万美金的票房收入排名第五 迪士尼动画片《寻龙使者拉雅》 以210万美金的票房位居第四名 而美国国内总票房也突破了3500万美金 以宗教为主题的恐怖片《邪恶》 上映第二周票房240万美金 跌到第三名 由隐心鲍勃奥登科克所主演的动作 《惊悚片》无名事 以260万美金的票房排名第二 最后恭喜哥吉拉大战金刚 第二周上映赚进了1340万美金 拿下票房冠军宝座 这部片从上映以来 美国国内总票房已经达到6900万美金 并成为自新冠疫情以来 票房最高的电影 大家好 我是悠悠小主播Fiona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4月13号是国家拼字游戏日 National Scrabble Day 拼字游戏最早是由建筑师 艾弗·毕斯在1938年所设计 最初命名为Cross Crosswords 直到1948年 康乃迪克州一名律师 James Bernard买下游戏生产权 并改名为Scrabble才大受好评 拼字游戏对人的好处非常多 而且不管任何年龄层都非常适合 这次研究指出拼字游戏有助于训练 专注力、收眼协调能力、观察力、组织力、空间识别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对于年长者来说 更是起到预防老人痴呆的效果 不仅如此 从小就开始拼字游戏的小孩 会比一般人的学习力更强 背的单字也会比较多 因此在国家拼字游戏日这天 不妨跟家人一起玩Scrabble 动动脑吧 又有小主播Fiona 洛杉矶报道